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海建美食 今天海建用最家常的手法 做了好吃的家庭版大果子 看一下这个颜值 蓬松轩软 关键是做法超级的简单 大盆中倒入普通猪肌面粉500克 加入3克的酵母 2克的小苏打 打入2克鸡蛋 30克奶粉 30克白糖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240毫升的温水 继续搅拌 搅拌成这种没有过多干粉的面絮状 加入15克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加鸡蛋的时候 如果两个鸡蛋稍微大一些 可以减少10毫升的水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个大 看一下 经过40分钟的醒发 这个面团已经变得特别的大 看一下里面 都是这种封锅组织 取出显制好的面团 给面团搓揉排气 揉好的面团直接压扁 擀成长方形的大片状 擀成大约1厘米厚的长方形片状 然后从中间给它一分两半 再给它平均分成四等分 切至的过程中可以先下刀尖 后下刀根 这样就不容易粘连了 取块一片切好的面片 撒一点点干粉防粘 再擀得薄一些 擀成大约0.5厘米厚的面片 然后在面片的中央部位划上几刀 顶端不要切通 这样一个炸饼的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锅中烧油 油温达到五成热 下入生坯 全程开中火慢炸 防止表皮上色快 那里熟不透 大概炸至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从侧面看一下 底边已经变色了 这时候给它翻面 始终保持中火慢炸 这样炸出来的大果子 颜色也漂亮 另一边大概炸至一分钟左右 看到已经变成这样的金黄色了 就可以控油出锅了 是不是超级的漂亮 家人们看一下 这样做的油炸大饼 不管是从颜色上 还是从口感上 都是不错哟 一点不比外边早餐店的差 掰开里面我们看一下 蓬松又全软 做法超级的简单 点击海间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哟 早餐搭配上一碗白粥 或者一碗奶茶 那遍到老后织了 谢谢大家